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家庭卤水和卤菜的制作 大家知道卤菜要好吃 卤水就要好 那么卤水咋个材料好呢 它有三个要素 第一 油要香 第二 汤要浓 第三 颜色好 那么如何做到这三点呢 你把开玩意就知道了 起心卤水 要香好吃 那么你的料一定要加够 我经常都说 卤水是厨房里头真正的吃货 那么我们准备一些什么呢 龙骨 肉皮籽 猪蹄籽 肥瘦肉 然后等会儿我们用它来 这些卤水卤好之后来卤一个猪脸板 还有就是半只鸡 下头我们先把这些原材料准备出来 先让我们家的云风把龙骨开出来 然后猪蹄籽洗干净开出来 紧接着肉皮子下去 半只鸡 来 把血水给它透一下以后 然后换水上铁焯水了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 就是这个鸡油 要想卤肉香它不光是一种油 那么也说它要有猪油 自然它就会出猪油在这些 猪蹄籽 排管的都会出猪油 那你还要加点鸡油 紧接着我们还要准备一样东西 就是卤料包 卤水里面的香味 就来自于各种香料的配比 那么也说这个是根据不同的人 它的用料是不一样的 甚至你卤不同的东西 它都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这个卤料包 你用来卤猪肉 牛肉 鸡肉 鸭肉 它都可以 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卤味道重的 比如说你卤肥肠 卤牛肉那些 一定要把它分开 特别还有一个就是卤豆子品 一定要分开 这个卤料包 我们一般来说 一个卤料包要用三到五次 每次可以卤三到五斤肉 那么我们这个 整个来说一袋六包的话 可以卤白多斤肉 用白酒给它浸泡 给它激发一下 水开以后 我们拿丝肉把泡汁给它打了 我要这样用丝肉呢 这样子我们的油 就留到里头了 因为卤水很重要的是酒 泡汁打干净以后 刷一坨老箱 然后我们泡的这个卤料包 这个时候就下起了 因为卤料包里面加的有质质 黄色的这个 它所以说这个叶菜是黄色的 不要浪费 汤汤给它摔一下 放一些匀 它是酒 这个时候再给它熬过三个小时 把汤给它收拢 来三个小时以后 我们把这锅里面的东西 全部打出来了 这个不浪费哈 我们自己家里面 可以把它凉拌了吃了这些 你看鸡牙里就怕了 看没有 鸡就怕了 把打干净里面的东西 这个卤料包不要捞出来了 你看现在汤的状态 汤很浓 这样子的卤水才容易上色 下头我们要炒糖色了 我每一段卤料包里头 都给大家准备了冰糖的 刚刚合适 来 我们今天炒油糖色 因为本来卤水也要油 对了 然后有时候慢慢中小火 让它融化 你看颜色慢慢的变化 冰糖再化 现在糖化完了 最后要注意观察它的泡泡了 很多朋友这个卤菜上不几次 其实是你的糖色炒得不到的 你看它现在是这种咖啡 浅咖啡色 等会有时候有微微的 带深咖啡色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加原汤 对了 要得了 关火 咬原汤 慢慢加一些从锅边 来 加到我们的卤水汁里头 你看这个颜色刚刚合适 卤水刚刚起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把颜色起得特别的深 这个样子的话 卤水是越卤越黑 这种红色刚刚合适 现在生的这个汤汁 将近五斤 我们盐度来加到2.5%到3%左右 那么就是要加一两多盐 好 对了 这个加盐的量 要根据你们当地的口味来 吃得开的多加点 吃得带的少加点 大家注意哈 这坨肉我们要把它冲动 中间分开外面 更便于它入味 来 肉肉下锅 再来一坨猪脸板下锅 然后就是我们黄酒 让它来一点 这个时候就是开大火 烧开以后关小火 滷半个小时 再焖它一个小时 来 时间到了哈 煮了三十分钟 来躲一下 你看 很轻松躲进去了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关火 盖子盖起 焖它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我们要捞肉了 漂亮 清卤水能捞成这个样子 我已经很满足了 卤菜捞起来以后哈 卤水一定要烧开 夏天大概就是两天烧一次 在不动的情况下 一定是 比如我们烧开的标准是这样子的 盖着锅盖烧开 切记不要切锅盖 那么冬天的话 就是三到四天烧一次 烧的同时 最好是卤点肉在里头 这样子的卤水就越来越好吃 来 切切 温点温点的哈 哇 看 第一次能卤成这个效果哈 那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来整一片厚切 哇 好香 嗯 不好吃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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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